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中的不适还能克服 心理上的担心则难以避免 陈先生所在的物化消毒团队 曾到过由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所在的诊所和酒楼等进行消毒 这让物化消毒人员承受了不少心理压力 家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今次疫情来说 很多人来做都会因为家庭和其他问题而离开这间公司 比如我有一个同事 他家人真的很激烈反对 因为他觉得都会有相对的危险 自己不怕公司给了保护衣 我们穿的 OK的 我觉得 给我们的防御有信心 我回家和家人说 家人都有信心 陈先生所在的物化消毒团队有近50人 工作遍布全港各区 包括写字楼 发电厂 印钞公司 酒楼 诊所 私人屋院等 物化消毒团队接单后 便会前往目的地 喷洒带有包括新冠病毒在内 多种细菌病毒消毒功能的药水 让患病或者可能患病的地方变得干净为生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后 团队的订单量一下暴涨几十倍 没有疫症的时候 都是一个月大概十几宗 但是现在一天都可以 可能已经是十几宗 平均现在我们都是大概十个小时 他们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环境的医生 去医这个有病的地方 尽量都为现有香港这个社区 那个疫情尽量控制它 纪念五十七四的明先生引入行进二十年 经历过非典时期的他称 现在无论从防疫意识 防护措施还是防护设备 都有明显的进步 沙士那时比我的感觉 那些人防护那时没有那么紧张 比如口罩和手套没有人抢 无法消毒的客户都比较少 今次的抗疫意识强很多 比如去到那些餐厅吃食用吃饭 比如那些服务员都会 去消毒了一张桌子 才被那些客人去坐 采访中不少团队人员都表示 满足感和使命感 是支撑自己坚持这份工作的原因 疫情来袭 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 让社区变得干净 让病毒远离人群 都有些有想过不想做的 但是做着一下 比如一个地方给你做完之后 是真的干净了 又有赞赞 那种感觉会令到你 有点开心 有些事并感 帮到社区 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帮到人 令到自己的满足感 比一般行业强 一路在这种满足感支持到我现在 期望当然尽快过了疫情 不用再戴着口罩去工作 所有东西都回落到精归